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 在5月1号为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 我是樊东宁 在华盛顿为您主持今天的讨论 接下来我们先把镜头转向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 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 以及海峡联合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大家晚安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 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 那么今天5月1号 是国际劳工节 那么也在这里祝福所有的劳工朋友们 过节快乐 那么但是在国际劳工节的这一天 海峡论坛要讨论一个 另外一个社会福利的话题 就是不管是美国之音也好 或者是中广新闻网也好 我们都是用广播来服务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那么有一些听众朋友们 是视力障碍的朋友 所以广播对于视力障碍的朋友们 就特别的重要了 那么有一些朋友们 这个特别是包括视力障碍的 或者是肢体有障碍的一些残疾人士呢 他们目前在两岸当中 一些生活状况是如何的 那么还有哪些需要 社会其他的帮助与支援 我们希望能够在今天晚上的这一集节目当中 和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来做深入的探讨 东宁 好的 非常谢谢博弈 那么今晚的海峡论坛呢 我们就邀请在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嘉宾 来比较一下两岸的无障碍空间 软硬设备 还有政府是不是有落实具体的相关法令 来维护肢体障碍者和盲人同胞们的一些权益 那么我们也要检视一下两岸民众 在关怀这些弱势族群的时候 在生命教育上 他们是不是及格 当然我们也希望的长期支持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 两岸的盲人朋友们呢 在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 能够积极踊跃的打电话进来参与 透过这个节目的平台呢 让两岸的盲人同胞们也能够进行交流 好的 首先我想先请博弈介绍 今天在台北演播室参加我们节目的来宾 博弈 我们今天在台北呢 为大家请到的是 台湾的爱盲基金会的董事长 谢邦俊 谢董事长到节目当中 那么谢董事长呢 除了是积极的为台湾的这个盲人的福利来奔走之外呢 对于大陆方面的这个盲人的这个 辅助措施呢 也有非常多的了解 今天非常的高兴 能够请到谢董事长到节目当中 来跟大家对话 谢董事长您好 博弈好 东宁好 那么谢谢谢董事长今天到节目当中 那么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 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 谢谢博弈 非常欢迎谢邦俊 谢董事长 在美国之音华盛顿的演播室里 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 大华府地区肢体障碍者的活动人士 杨修伟女士 欢迎您 邓宁您好 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博弈 谢董事长你们好 好的 在节目进行当中呢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 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美国之音 提供的免费长途电话 参与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电话是400-120-0551 这是提供给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的 另外在台湾的部分呢 我们也提供了一支免费电话是 00-801-148-940 希望台湾的听众也多多参与 另外呢 你也透过电子邮件参与我们的全场讨论 我们的电邮信箱是 us新闻at gmail.com 好的 首先我就想先请教 在华盛顿现场的杨修伟杨女士呢 我知道您常常啊 就是到中国大陆跟台湾去旅游 想你先请您先谈谈自个儿的经历啊 谈谈比较一下这两岸在这个提供您旅游的时候 在一些公共设施软衣体设备上 是不是能够符合特殊的需求呢 是的 我想啊一个残疾人呢 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够很自由的 没有顾虑的能够出门 不管是购物或旅游 但是我发现呢 有很多的残疾人不太愿意出门 其实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不方便 或者会造成自己很大的危险 在过去十几年呢 我常跟我的家人去台湾 跟大陆旅游或探亲 我发现呢 我第一次到大陆的时候 我发现在路上的残疾人并不是很多 我以为大陆残疾人很少 后来发现也确实是这个原因 就是不方便 其实我们残疾人出门呢 最重是有三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有没有无障碍空间 就是斜坡 还有呢就是有没有给残疾人的辅助设施 譬如电梯 然后是不是我们周围的人 会给我们帮助的心 我想举几个例子啊 就是过去的几年呢 我到我先不讲内陆城市 我就讲上海跟南京 我发现在上海跟南京呢 对残疾人的无障碍空间并不是很完善 譬如说斜坡 就哪怕是就是说在人行道上 在人行道上在出口的斜坡呢 不是很完善 有的时候我们会找不到 那如果说去银行去邮局 这些地方呢也并不是有 有地方并没有斜坡 或者斜坡做的不是很规范 非常的陡峭 通常呢有的时候就说如果没有别人的帮 家人的帮忙的话我是完全上不去的 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危险 还有呢就是我发现在大陆的上海或南京的地铁 或者是火车站 他们的这个电梯通常是有而不用 我们有的时候好不容易找到电梯 可是呢是锁住的 所以我们必须呢要去寻找工作人员来帮我们开 在这个寻找的过程呢就已经花了很长的时间 那有的时候呢好不容易打开了发现呢 它是坏的 要不能用 还有一个呢就是厕所 因为我们在大陆有很多的是那个敦室的 但是呢我们才 像我是肢体障碍的人士 所以说我们就必须要有坐式的厕所 所以但是呢坐式厕所 有些地方是有残疾人的厕所 但是呢我们发现它都是被锁住的 那打开来看呢里面有 就是我们请人打开来看 结果里面是一些变成储藏室 或者是变成清扫厕所人员的办公室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 就是说有这个设备 他们有想到残障人 却需要这个设备 但是呢却是被其他的东西所侵占 然后所以残疾人并不能够真的享受到 这些的这些措施 这些设施 那还有一件事呢就是 我在去年的时候到世博去参观 上海的世博 对上海的世博 我很高兴因为 人家跟我说里面有绿色通道 那我就想说太好了 这个真的很 我们很感谢世博能够想到 我们这些残疾人士 因为平常外界社会的资源 我们不方便使用 然后它有绿色通道 我们就可以去参观 结果发现有很多管的绿色通道被关闭了 结果听说是因为很多非残障人士呢 到服务处借这个轮椅 然后以至于逼迫 就是迫使这个 这些这些有些外国的管呢 把这个残障绿色通道给关上了 所以让我们如果说 如果残障人士需要去参观这个管的话 我们必须要排很长的队 事实上因为在排队 它的队伍是上上下下的 然后而且它的队伍两边 它有隔一些板子都非常地窄 所以对我们的行走不是很方便 所以可能就是说 当初在世博这种对残疾人美意 就打了很大的折扣 事实上你提到这个 就是一般的民众 滥用这些为肢体障碍者 所提供的这些设施的情况呢 是跟一般民众这个 普遍的功德性有关的 稍后我们在节目中 还有时间慢慢地来谈 不过我想先请在台北的 谢邦俊 谢董事长 从视力障碍者 从盲人同胞们的角度来谈一谈 在台湾的盲人同胞们 他们的日常生活上面 面临哪些挑战 社会跟政府能提供 他们什么样的协助呢 谢董事长 是 是 是 东霖您好 杨女士您好 您好 很高兴我们刚才想听到 杨女士刚刚有讲了 就是上海或南京的情况 那么台湾的情况 我想比我们内地 大陆情况好很多 第一个就是有关政府的态度 政府基本上对于身心障碍者 那么因为给予非常大的一个照顾 不管在法令上 或是政府一般公共部门的态度上 基本上是对于身心障碍者 他是法律规定 他必须要落实执行的 如果公部门在于身心障碍的执行上不利 那么我想在台湾 就会遭受到人民很大的一个挑战 所以在公部门基本上对于身心障碍的 这些种种的措施 他们在执行的时候 其实是相当认真的 这个是一个好的现象 第二个就是一般的老百姓人民 台湾基本上大多数人对于身心障碍者 他有一个习惯性的 很热心的会去协助 所以我们一个视障者在路边上 你只要一站 马上就很多人问你 他会主动的问你 需不需要我帮忙 需不需要照顾 你要去哪里 我可以带你去 那么这种情况是 长期的教育已经形成 这个一般人民 大家知道对于身心障碍者 必须要主动的伸出援手 那么即使 比如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在台北我们有地铁 我们叫做捷运 那么一个身心 一个视障者 他去做这个捷运的时候 他只要自己能够走下 这个捷运站 走到捷运车站里面 他的路上 他旁边的朋友 都可以带他下去 任何一个路人 都会带他下去 下去之后 他只要到服务站 他跟柜台里面的 这个服务站里面的人讲说 我需要服务 这个时候 服务站里面的人 他们就马上会派人 陪同这位视障者 到他要去的月台 同时伴随他上车 那么同时 他会电话通知他 下车的那个站的工作人员 在那边等这位视障者下车 然后带他出站 那么这样子的服务 在台北 这个已经是一个正常的服务状态了 所以这种情形 对于视障者在交通上 在行动上是有很大的方便 那么第三个当然就是我们讲说 无障害环境 无障害环境当中里面对视障者来讲 我想声音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声音的导引 所以不管是风铭器 比如说红绿灯 比如说我们上下楼梯 电梯 这些大部分呢 只要是这样子经常出路的地方呢 大部分都会加上声音的导引器 他们会告诉大家说 现在是几楼了 已经楼到 这个楼面到了 你可以出电梯了 这是一个 那么另外来讲 当然就是我们讲 这个厕所是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人嘛 这个内疾一定要解决的 那么这个部分来讲 在我们以台北来讲 这个情况是很好的 我自己也长期观察过 那么所有的这一些 就像我们杨女士刚刚提到的 碰到的状况在台北 这种情形都很少发生 就是我们通常来讲 除了今天要有无障碍的 这个厕所的保留 那大多数的一般市民 是不会去使用它的 那么第二个 比如说停车位 停车阁 这个是属于身障人员 固定的停车 一般人是不可以去停的 停了 当然政府要罚他钱 第二个 一般老百姓也看 你这个人真奇怪 你四肢健全 你干嘛去占人家停车位 别人会用一个奇怪的眼光 看这个人 我想这个社会上的一个 公益的这种状态 是有助于我们身心障碍者 整个权力的伸张 这个是一个全民意识 所以像在台北 或在台湾来讲 伸张人士的生活条件 是会比较 比在国外是好的 比在内地是好的多 好的 非常谢谢谢邦军 我想这个大概情况 非常谢谢谢董事长 今天也很难得 能够邀请到您来上节目 因为我知道 长期支持海峡论坛节目的 有许多的听众 他们其实是盲人朋友 我们在这里也再次鼓虑 海峡两岸的盲人朋友们 如果您收听海峡论坛节目的话 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向谢董事长提出您的问题 并让海峡两岸的盲人同胞们 经由这个节目的平台 进行交流 好的 我相信在台北的博弈 有很多问题 想要新交两位来宾 我现在就赶快把时间 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 叶博弈 博弈 好的 谢谢东尼 那么我想这个视照朋友 在生活上 其实真的是很辛苦 像我自己 有的时候去尝试着 闭着眼睛 去触碰那个电梯的 那些点字的装置 我发觉我真的无法理解 或者是说 有的时候我们在走 那个路上的导盲砖的时候 我闭着眼睛走路 就会非常的害怕 何况是真的是 视力有障碍 看不到的朋友们 所以他们真的生活 非常辛苦 但是我想就这个 导盲砖的问题 想请教一下 在台北的这个谢董事长 就是有人说 对这个导盲砖 我们这个看得到的人 会比较就是好奇 他对盲人朋友 是不是真的有用 有人会质疑说 这个导盲砖 其实好像似乎 作用并不大 另外有些人说 因为反正 也没有什么人会反应 所以有些人是说 导盲砖是乱扑的 扑的不知道 走到哪儿去了 我不知道就是说 以您从事这个 就是盲人辅助的 这样一个社会 社会活动的一个观点 导盲砖是不是真的 能够发为它的作用 导盲砖现在是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要看 要把它分成两个角度来看 第一个就是说 导盲砖其实是一个 导引的辅助工具 它让视障者 经由触碰 比如说它用导盲杖去触碰 或是它的脚去触碰 它知道我的地面上 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指引 那么这个指引会指引到 它要去的地方 当然这个导盲砖的铺设 工部门的态度很重要 因为导盲砖不是私人铺的 它基本是由政府 或地方政府来铺设的 那么政府的工人员 如果他把导盲砖 单纯是一个都市的一种美化 或是一种自我安慰 说我有铺设了 我对人民有交代了 那么这种情况 这种导盲砖铺设下来 就很危险了 大多数的视障者 如果走这个导盲砖 最后不是撞墙壁 就掉水沟里 因为他并没有真正思考到 这个导盲砖 它事实上是很重要的一个指引 所以目前来讲 当然这是一个情况 过去以前 确实导盲砖的铺设常常是有头无尾 铺到某个程度就无疾而终了 所以真的按照导盲砖走的话 我想大概不晓得应该会去哪里了 那么晚近 大概观念大家也改了 第一个就是如果要铺设导盲砖 那么就一定要落实 所以你按照导盲砖走 你绝对可以到达 你要达到的地方去 当然我们要看它落实的程度 那么大多数现在的导盲砖 在路的指引上不能讲百分之百 但是它有相当大的比例 它是事实上有发生作用的 这是一个 那么晚近的观念上来讲 导盲砖并不是一个真正能够 协助视障者的一个工具 那么现在真正要做的什么东西呢 是无障碍环境 所谓无障碍环境就是说 我们之所以铺设导盲砖 是因为我们的路上有很多的障碍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打盲砖 让视障者能够找到一个 没有障碍的空间 但是如果我们能把整个环境 都变成无障碍 那么其实扑扑扑打盲砖 已经不是个重点 所以台北市在晚近的这些年来 把所有的棋楼就人行道的棋楼 就我知道大概90%以上全部打平了 打平了这个比例的高度 这个比棋楼的一路畅通的这个情况 就我晓得大概在全球目前来讲 大概排前几位 我想这个要谢谢我们这个市长 都努力用心跟细心 所以台北市目前来讲 这个棋楼的高高低低的现象 大幅度几乎90%以上是消贫了 所以消贫的情况下 不只是市长者走路上危险减少了 包括了我们智障做轮椅 不再需要说我一定要找到 那个缺口才能上去 就是你任何一个角度 你的轮椅都上得去 所以无障碍环境 无障碍的空间很重要一件事情 它在心理上必须先尊重 无障碍这个要求必须被落实 而不是拿来作为一个公布门 或是我们一个都市的一种 好像是做一个花样 只是一个须有其表的搁在那里 那这样的话这种无障碍 其实我想这个最大的障碍 是在心理空间 不是在生活空间 好的谢谢谢董事长 那么回到华府 我们想请教杨女士 就是说您在这个美国 大陆台湾都这个有游历过 那我们想请教您 就是关于说您觉得 跟刚刚这个谢董事长也提到 其实真正重要的 我们需要重视的是 对于这个残疾朋友的 所谓无障碍空间的设置 那您觉得就两岸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